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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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随心所欲 想什么就什么 这个可能是人力最高的快乐 享受了 其实不是 人道还有最高的成就就是成佛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肉体 一个附近魔学生下的肉体 那这个肉体 它能把它用到最大的极限 就是成佛 就是能够成就佛果 因为人力是 在六道里边 在欲见天的六道里边最容易成到的 所以其实你追求成佛 这已经在人道 你定立了一个 等于是在人力的角度 你选了一个最高的 最高的就是说成就 它远远比追求名利情 最后获取到的 就是说你 你在这个世界 假如你全部经历追求名利情 你最后获取的也是 有限的 因为总是不完美 就是你永远觉得这些心 因为名利情是个幻境 你无法把心全部放进去 所以你的心始终还是没归宿感 你就算拥有这个世界的 最高的财富 拥有最高的缺世 拥有你最喜欢的人 但是这个世界 这一切都 因为你在这边生命变化 因为你的念头生命变化 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 有一天你会不爱的 知道吧 是你变 并不是说这个人会变 所以这种患得患者 是人力 这种生命 这种另根层的生命 是人力会觉得 这些永远找不到归宿 所以这种没有归宿感 其实所以人力是无法 从最高层面的名利情理 也获得终极的爱心的 其实它也不是人力 最高的拥有 就是说 你设定了一个 你在这一生做什么 假如说你主要有个目标 就是说活着 你主要有个方向的目标 其实追求佛果这一件事 本身就已经是 变峰 就像你在这个世界 你如果是登山者 等于是你选择了 竹马浪马峰 你要爬到最高点 那么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遇到的情况 跟追求名利情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在这个世界 追求名利情 很多人觉得 你是正常人 就觉得你很正常 没有一个人不是追求名利情的 是吧 你父母会很支持你 即使你要是去山里边挖金子 你三年不回家 你老婆也会追求你 继续挖 等你挖到金子 带着回来 我们就跟着你享受了 当然你说三年去闭关了 是吧 你家人就会觉得 这不不正业吗 他不是因为见不到你 是觉得你没有收获 其实是他看不到 因为你追求的东西太高了 太远了 因为很少有人攀到跌峰 就是很少有人 站在喜马拉雅山的跌峰 就是说成道者太少了 这个世界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跌峰的风景 所以很多人不支持你 觉得你白费死不务正业 觉得你 其实我们修行者 如果你准备选择成就佛果 你选择了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成就 作为一个人力本身 选择了最高的成就 其实在路上付出一点寂寞 孤独或者是别人的不理解 诽谤 这个很正常 还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 修行其实蛮简单的 修行很简单 只不过是 借效慢 就是大家就坚持着 修行 其实一开始 你就是大家就 你一旦知道 你本来是空性的 空性 虽然你不能一下子了解 四国不二的境界 如来的境界 但是它有一个入门处 这就是法门 是吧 你从定而入 那怎么也 因为我们 佛说我们本来是佛 是颠倒妄想不能成佛 那你始终是要出妄想的 所以你不是在做这个世界 你不是拿起放下 这个世界的 你不是把这个东西摧毁了 或者把它放下 把它放下 不是放下这个世界一切 是让自己妄想停下来 你妄想停下来 你就是佛嘛 你颠倒妄想不能正当 你颠倒妄想 六根六成才产生嘛 所以始终是提下妄想 但佛说我们本来是佛 六根六成这个妄想 是个假象 一定要这个界点懂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如来的时候 六根六成是个假象 那么如果六根六成假象 你就不需要跟他较劲了 是吧 那修行就很简单 变得很简单 因为如果在六根六成的折腾 就很复杂 因为你要学很多东西 既然六根六成是假象 好 你就安住在坐点上了嘛 是吧 身心不动嘛 因为空性是 首先是以不动 不动不生灭为主的 所以你要安住在空性的 正直界上 那么其实安住在空性的直界上 不是让你坐在那儿说 经常大家打坐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坐在那儿求指求定啊 就是要停下来 要停望下 要停下来 它不是让你停下来 是你安住在本来的样子里 你本来的样子就是不动的 空性是不生灭的 就是不生灭就不轮回嘛 你安住在 这个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样子就等于是主人嘛 这就是要是佛说 这个世界一切都有刻 你本来的样子就是 本来面目就是主人 你安住在主人的位置上 就是本来的样子里 本来的样子里是没有动向和静向的 所以它也没有指向和定向 也没有散乱向 这个界定一调端 你安住在这个主人的位置上 它动 散乱 直 静 定 这些跟你动没关系 都是刻成的事 都是根成的事 因为六根六成都跟你没关系 你在空性里 所以你打坐就很简单 你就安住在这一个无分别的界定 这就是中道 然后这不是影响你了 六根六成来了嘛 腿疼了 耳朵疼了 声音来了 是吧 身体里边各种光明啊 各种黑暗的境 你鼻子也啥也看不见 各种境界来了 还有外境很多人说你啊 或者是这个世界 你会担心啊 哎呀我坐在这儿 啥也不动 会不会未来恐惧啊 会不会失去什么啊 或者是吧 有比较吗 你看人家买别墅了 开了车了 哎呀我坐在这儿 好像两年了还没收获啊 你要收获啊 是吧一开始人力是这样的 就是我建议你继续坚持下去 你追求的不是别墅的汽车啊 你将来会拥有宇宙飞船的啊 继续 所以你先安住在主人的位置 就这么安住下去 因为定是最简单的 其实 只是你在求 你在不断地求东西 求止 求定 求解脱 求境界 然后主上自己怎么是暗的 什么黑暗 啥也没有等等 其实这种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不断地求 是你平时的习惯 你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时候 你投胎了一年来的时候 就是来求的 求爱啊 求情啊 求什么 所以现在要不是回归 不是说投胎了 你要回到你投胎前啊 投胎前你还是终于境界 你也还在妄想啊 是 把生生世世那个妄想停下来 生生世世你都在那乱想 所以停下来 所以一开始就坐在坐地上 坐在你本来的样子 本来样子是什么 里边没有动 没有静 没有动向 没有静向 没有指向 没有散乱向 所以你啥也不求 不求动 不求静 不求散乱 也不求止 不求定 无求 就是说不着一切想 这就是金刚结束 不着红尘的 你坐在这 就安住在你本来的样子了 这个就是你真空性的样子 就是入门的时候 你设定的空性的样子 这样安住久了 你就会破了所有像 妄想才能停下来 知道吧 安住久了 妄想就停下来 空性就出现了 当空性跟你合一的时候 就是就开始戒性了嘛 根层就开始脱落 当你戒性的时候 知道吧 随着你的 因为戒性以后 不代表你的根本无名 破镜 就是说你还需要 修修修圆满 当你最后是什么 这个 当你根本无名 破镜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事呢 你会感觉空性在一切处 就是说六根六成 你不是你还在 六根六成生活吗 然后你会觉得 六根六成里空性 遍布你的每个起心动念 遍布你的每个手指头 遍布你的脚趾 遍布根层的 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你已经不着想 现在你是 他也在这 但是你分别执着 在这变成一个小我 自我知道 当你不着想 破碗根本无名 回到了根层又遍布在一切处 所以你起心动念 不管做一切事 都与空性合一 就完美的 其实现在你也有空性合一 但是因为你分别执着 所以你用不到空性 你知道吗 你是用的一个念头 念头是生生面面的 所以这个念头是个幻季 这个念头就没有力量 等你把空性 破了所有小个 破了五米的 就妄想全部彻底停下来 然后再回来 你就会心能转悟 机通如来 你就会法力无边 就会自在 得打自在 只是这个过程 需要点时间 破根本无名后边 是属于圆满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这个过程后边 因为我们人类 总是有各种 各种盲区 各种盲区 因为在破我 这个盲区是来自于 有个我 所以你空不了 始终有个我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要成佛 我要怎么怎么 这个我到最后 还有觉得 我有一个无形无相的我 空我嘛 所以这个我一点一点 我是个虚空等等 最后这个我一定要 完全破解 否则这个我一直在那障碍 所以我执 所以理想要行 菩萨道就是这样 因为我只是 到菩萨道要灯下黑 那个灯是什么 还不是我嘛 有个我 他就个黑嘛 他就有点黑 阴阴阴嘛 虽然这个我 就算魔王 天魔 魔王 他有个空我 所以他一旦 音乐具足 他的器皿也同时具足 就说只要有一点我 哪怕他是一个空的 你的习气欲望都会 音乐具足都会爆发到 无量无边大 知道了 虽然你觉得 你习气欲望很小了 但是你只要有空我 只是音乐不具足 具足你同样 你会回归到 从他开始 修行的状态 你会落下来 知道了 所以就是 一直坚持修就好了 只是我们 在修行的这个漏上呢 如果你的借底正确 坚持修行 肯定会有收获 只是需要 只是时间太久 就是而且不能确定 说说我今天修了三天 我就有收获 就算每天进步一点点 他也在进步 但是这个破我之的过程 我们真的是学取了一条 开始其实入门很简单的 但是 这个事情呢 就是人们说 征服江山 江山容易啊 征服自己来 他有到最后 是跟自己斗争的 就最后那一点 我之一点 因为你只要着想 哪怕是你着一粒微尘 你就是 你在乎 你就这个佛像 你要是说 你在你心里 它有像 你都卡住你 那就是我 那就是自我 不是说这个肉体卡住你 是一个直接的概念 都能卡住你 都能让你的根本无名 成了灯下那点黑 那个自我都消不掉 是吧 所以在这点上 就难一点 就是 但是一旦你成道 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人们 人们 就是你父母啊 家人啊 这不是 当妈妈在哪 就是 这个世界人 认为自己拥有的那些东西 你真的会不屑的 这个世界 尽一生的努力 拥有的东西 你看都不会看 这就是释迦五女 为什么弃王位 就是觉得王位 我不当了 就直接去脱博 其实对他来说 我们经常从人类的角度说 他把王位扔了 对他来说 脱博跟王位一样的 他没有扔什么东西 对他 就扔到这些东西 都是这个桌子上的东西 你觉得你都舍 就这桌子上这一堆 是吧 都是 你是个过客 你今天来 你坐在这 这桌子上东西 你舍不了吗 你看一看走了吗 是吧 他是你的 不是你的 又怎么样 这个可能叫国王 这个叫乞丐 这个叫出家 这个叫在家 这个叫男人 这个叫女人 这些 这不是名相而已 约都放到什么 有什么可留恋的 是不是 而且你能拿走什么 是吧 而且包括你的六根 你都拿不走 你这么爱惜这个身体 每天照着镜子 涂子抹粉的 你不死了 也留到这个世间了吗 你这个肉体也得留下 别说是你那些东西 知道吧 所以这个世界追求的 所有的一切 对一个成道者来说 而且他那些快乐 跟成道来比的话 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成道是你选择最高的 最高点 其实大家 其实对父母来讲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亲人来讲 还是担心我们 就是怕我们 最后 修行也没成 然后呢 人是红尘也误了 是吧 人都也误了 修行也没准 都在半路上 然后因为 这个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休息也没修 还没成到 但是呢 红尘必须有 一段时间 会放下 但是这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是什么 那怎么做成道 你首先要了解成道这回事 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佛法的空性正见 元气信空 这些思想 中道 这些 你要从文思上 要多听闻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一栋网 在推荐 法华经 金刚经 能源经 这些 还有修正 学习 信仰 这些区别 或者什么 浏览一下 因为释迦牟尼佛 还是目前这个时代 教授佛法最好的老师 你还是学他的东西 然后你 当你了解这些呢 然后你就 佛法不就是 鉴定会三学吗 是吧 但是定是一个状态吗 会你知道啊 说我通过文思 有文思会啊 但是通过定 也能开启 你朋友的智慧 说我们的智慧 也是朋友的 只是说 那就如来圆满的智慧 但是需要定来开启 那就修定嘛 修定 这就像我刚才说呢 我们会有一些 误区嘛 我刚才讲误区 不是那个事情 刚开始 就是你坐在那 不是去求一个指 求一个定 你不要求指 你是要安住在 一个空性的状态 空性的状态 是绝如如不动的 如如不动 但里边 你是身心不动嘛 坐在那 但是并不是 你是安住在 你本来样子 本来样子就是 你一定要歇 起步就安住在 你是如来的这个界地上 然后才正得如来 就是说 起点就跟果味要相应 所以起点 但是这个如来 你是不了解的嘛 那先以他身心不动为起点 你先以不动来做 所以你的身心不动 是安住在你的本来样子上 这里边没有指的像 也没有散乱的像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 否则你永远 永远会觉得自己在散乱 或者在同一个散乱 巧破自己回到一个 指跟定的状态 你永远觉得定不住 是 你这根本就没有一个 散乱跟指的像 但是你会乱跑嘛 是吧 你的意念会乱跑 那么跑了拉回来 拉回来 你知道这也是幻境 你本来就没动过 这个界地掉动 否则你 你定不住的 是你安住在空性里边 没有 没有散乱 没有指 你求指 我们要指下来 如如不对 不是身心不动嘛 要指下来 但无指向 没有一个什么境界叫指 也没有什么境界叫定 也没有什么境界叫散乱 是你定义出来 是你的分别妄想在那起作意 因为如果你定义 这叫指 这叫散乱 这叫定 这叫涅槃 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你的妄想就没停 你知道吧 你的意识可较 它那个妄想一直在那 你就不在本来空性里 所以修这样子修 对从 安住在本来 这样如如不斗修啊 你还有修各种法 比如说二个月多年 因为太散乱 所以把印尼信放在文庭上啊 让六根解脱嘛 或者是放在戒信上嘛 就是能戒得 因为你闭眼了嘛 一般也 只是不着相 不着黑暗跟光明相就行了嘛 破相 按金刚经说的破相嘛 因为佛说我们空性里边 这个六根六层是因为我们的妄想 在空性里边的一个无名妄想 产生的嘛 六根六层同时产生了 是吧 那么 为什么你就知道金刚经 为什么让我们修行要破相 不被静转 既然它是幻境 你肯定不能被它转 因为你被它转 你等于是妄想 再妄想了 是不是 所以你明白了道理 你就知道那些法门是怎么编出来的 它为啥那样子做 为啥要定 知道吧 因为空性里边没有任何想 所以它要出过定回归嘛 你就知道 知道为什么要破 被静转 为什么要修忍辱这些事 因为你现在不是在 要做一个好人 不是在这个世界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或者好人 或者是你修忍辱 不是要做个活灵风 不是这样的 修行正果是 要回到你的本来空性的样子来 要很长时间来回归 所以不能被根层影响 知道吧 否则你的妄想停不下来 根本无名的妄想停不下 你以为停下来 你以为静下来 你就停下来了 其实还没有 要最后破解根本无名了 你在宇宙的任何处 都能借空性的时候 才能停下来 就是说你坐在这儿 喝一杯茶 你跟佛无二无别的时候 才行 一点疑惑也没有 我喝茶 这就是佛在喝茶 对吧 佛在 就是说空性在一切处 就是如来在一切处 不是你在打坐坐地上 有一个境界 那叫空性 不能这样 所以在界底上 你一定要偷 修正就是这样 就是破妄想 就是把妄想停下来 狂心动歇嘛 妄想停下来 最后破根本无名 就可以就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